很多的儿童 当他不再是受害者之后 也就是说他不再被霸凌 成为受害者之后 一段时间 甚至于是一两年之后 仍然对当时受害 或者是被霸凌的过程 有很大的阴影在心中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 暴力与攻击 我们也知道 幼儿以及儿童互动的时候 难免会有一些 身体上面的接触 甚至于是攻击的行为 我们也知道 儿童在游戏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产生冲突 那么我们也发现 攻击的形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工具性的攻击 那就是攻击 是为了完成什么目的 比如说一个小朋友 攻击另外一个小朋友 是为了得到 另外这个小朋友手中的玩具 或者是为了达成 一个更复杂一点的目标 比如说得到权利 或是得到特定的物品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 攻击的形态 叫做敌意性的攻击 那么敌意性的攻击呢 主要就是要攻击对方 那也就是说 如果A的小朋友 对B的小朋友 所进行的是敌意性攻击的话 那么A的小朋友 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伤害或者是破坏 这个B小朋友 那也就是说 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他不是为了另外的别的目的 而就是为了要伤害对方 那么暴力跟儿童的互动 有密切的关系是因为我们发现在幼儿时期 他们肢体之间的互动 或者是冲突碰撞等等 是常见的 而且是在我们一生当中 所谓的冲撞比较多的时期 那么当然他的类型 可能伤害性并没有那么高 而是随着年龄伤害的程度越来越多 而伤害的碰撞的形态 会有特定的形式 那么儿童期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有一些儿童就已经长期 被其他的儿童所攻击 而成为一个受害者 那当一个儿童成为一个团体 或者是其他数个人 共同攻击的对象的时候 也很会产生 这个受害的儿童 他的内心 以及他的整个的发展上面 非常重大的一种主力 儿童受到长期的伤害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 他的影响可能会非常的大 甚至于我们会认为 那会产生一种持续性的行为 而产生所谓的霸凌的形式 那么霸凌当中的受害者 常常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无力反抗 并且也觉得压力很大 那么我们也发现 很多的儿童 当他不再是受害者 之后 也就是说他不再被霸凌 成为受害者之后 一段时间 甚至于是一两年之后 仍然对当时受害 或者是被霸凌的过程 有很大的阴影在心中 也很可能 他的影响力 就持续非常长的时间 因此在幼儿时期 以及在儿童时期 我们应该要尽量避免 产生受害 或者是持续被霸凌的情况 而使得儿童都能够在比较正常 安全的情况 等条件之下发展 那我们也晓得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 但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所以受害者通常都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呢 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特性 我们可以去了解呢 我们发现在幼儿以及儿童期的受害者 常常都是过或不急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反应很强很过 或者是反应非常少 少到别人一直要来挑衅 那么这些呢都是很可能成为受害者的一种状况跟条件 所以受害者有很可能很容易被激怒 或是很容易会说 而有人一直要过来欺负他 那么当然我们也会教导儿童 面对这样子的情况 要如何的回应 那也就是说 要教导一些适当的社交的技巧 那在受到威胁的时候 以及受到不和善对待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的适度的安全的回应 那么还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也认为一个容易被欺负的孩子 他可能需要朋友 所以对于容易被欺负的孩子 他很可能是退缩的 他也很可能很容易被激怒 因此他是被排挤的孩子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两种类型的儿童 都很可能我们会协助他 去建立一个友谊的关系 当他有至少一个朋友的时候 他的情绪的反应就会比较被调整 同时呢 他也比较不会单独的去面对 其他别的人要来施以压力的时候 他要单独的去面对 因此友谊对于儿童抵抗 被成为一个受害者 或者是成为一个霸凌的过程当中的受害者 是非常关键跟重要的一个作用 因此我们会希望儿童有他的好朋友 也希望他的友谊关系 可以建立跟持续的更加的良好